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越潮越有,越黑越红,杨子一天官宣两高奢代言。 在娱乐圈,杨子就像一个掀起腥风血雨的体质,引人注目。 有人深深迷恋他,爱他如命,也有人对他恨之入骨,希望他消失无踪。 但正是这样的争议,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,他以不变应万变,凭借实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中稳步前行,用实际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回击那些不爱他的人。 2024年1月5日,新年一时,杨子的事业又上升一个台阶,当黑粉还在嘲笑他某个代言到妻不续约后,杨子又带着他的新代言来了, 而这次居然依来就是俩。 蓝血高奢Preda首位彩妆及香水双线代言人。 一天官宣两个高奢代言,这打脸简直不要太爽。 普拉达Preda,这一意大利的奢侈品牌,始终以不懈地创新追求和对知式的探索精神, 独辟蹊径,走在时尚的前沿。 在全球范围内,他不仅精准地预测了时尚的潮流趋势, 更是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,成为了无数时尚人士的追随目标。 如今,品牌方将彩妆及香水双支代言全权交给杨子, 足以看出对杨子的高度认可和信任。 这无疑是对杨子实力和魅力的最好肯定, 也预示着他将在时尚界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。 从官方释放的宣传物料中, 我们可以看到杨子此次代言的风格焕然一新。 他以复古羊毛卷发和棕色外套的搭配亮相, 完美诠释了解构裸系列的全新普拉达唇膏的高级与质感。 他看向镜头的眼神璀璨夺目, 仿佛闪耀着星辰的光芒, 令人眼前一亮。 解构裸系列唇膏是全新的普拉达唇膏, 四个色彩各有不同。 有松弛有力充满智性的素裸棕, 也有冷静热烈, 反差感极强的赤裸棕, 更有优雅霸气, 强烈酷拽的红棕色, 以及透明哑光, 润而不沾的普拉达绿唇膏, 四种颜色四种风格。 百搭妆容探索多为自我, 敢于出色, 更敢于出彩, 这不仅是对唇膏的描述, 也是对代言人杨子的赞美。 除此之外, 普拉达的明星香水系列我本莫测, 无疑是最能体现品牌精神的佳作。 这瓶香水以艺术的手法, 深刻地勾勒出女性莫测的天性, 其标语更是独具特色, 我唯一害怕的是无聊。 正如这句标语所言, 女人的心如同深海之针, 难以捉摸。 而这款香水, 就像一个谜, 它的味道无法轻易言说, 却让人为之倾倒, 深深着迷。 其实, 杨子成为Preda代言人并非突然, 早在他的ings更新中, Preda的影子就已经出现。 而今年杨子工作室赠送给网络博主的礼物中, 更是包含了两只Preda的口红, 这无疑是一种暗示。 我很喜欢杨子的为人处世之道。 你们越嘲笑我, 越黑我, 我就越要努力。 用亮眼的成绩让那些黑粉闭嘴, 用优秀的演技征服更多的观众。 他, 既敏感又温婉, 既纯真又充满浪漫情怀, 在最美好的年纪, 他拥抱了最真实的自己。 让我们与杨子一起奔赴更加灿烂的未来。 数据能证明顶流地位。 年度演员尽组统计表曝光, 肖战资源好到飞起。 数据能证明顶流的地位。 演员对每年的录取统计数据已经揭晓, 肖战的资源非常好, 肖战的发展势头强劲,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。 官方还透露了每年的统计数据, 演员进入统计表, 看到了肖战的名字。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, 最能证明顶流的地位。 一眼望去, 是那么的明亮, 清晰。 值得注意的是, 肖战的资源非常好, 有新剧, 电影, 都加入了他的团队。 他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实力派和演员。 据称, 该官员泄露了每年演员故事的统计数据。 肖战的名字曾经见过一次。 查看肖战的电影和漫画资源。 可以说他们会飞。 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顺利杀青, 新小说《藏海传》正式上线, 无一例外都是男人。 虽然《藏海传》官宣的时候, 肖战和导演都处于第一梯队, 重要性可见一般。 事实上, 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顶流的地位。 最有影响力的人也是实力派。 简单来说,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, 自然很受欢迎。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, 大家都期待尽快看到肖战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。 已完成多时, 目前已投入生产。 我希望一切顺利并且很快就会发布。 对于肖战来说, 实力派很好, 演员、 歌手、 偶像都是值得信赖的好人, 所以可以放心期待肖战的作品。 总之, 恭喜肖战, 祝肖战好运。 希望肖战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, 不忘初心, 坚定脚步, 大胆前行。 肖战的各种运势都很好, 没有必要极度。 这是肖战不懈努力的结果, 值得拥有。 肖战前途光明, 拍戏一切顺利,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